不知大师可知隔壁云州市的黄子强 不守规矩 把手都插到营州来了 我手下这兄弟呢 都被打跑了大半 东哥冰抢马壮吧 说笑吧 我不怕他们人多 可是他们请了一个高手 我的人呢 没一个干得过 那你的意思是 这些仇劳还请两位过目 麻烦大师出手助理某一臂之力 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至少有三百多年的年份了 用这老身入药 不但零二的一身寒毒有了救 剩下的边角 还能用来提升些灵力 于大师 这老身我有急用 一会儿可否割暗 我走 隔空击物 看来是练器初期 修为不错 只不过 太过心高气傲了 哟 怎么 打不赢我们云州 巧得去请人了哈 哼 还请了两个 李东 我劝你省省吧 在我宋天眼里 你们迎州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这个叫宋天的 隐约是内境大成的禁忌 难得呀 莫期我迎州无人 宇大师 叶大师 今天劳烦了 我一个人迎战变革 李东 你请这人做什么 既然于大师如此自信 那我先走吧 别走啊 习武之人难免性格有些臭 叶大师莫要介怀 这信于的还能送天比起来 差了有一个小劲 还要不知自己精良的抢风 出手吧 老师 你可千万要赢啊 这场切错 这个叫鱼元卿的 毕竖 太慢了 什么 怎么会内境大成 我看走眼了 这 叶大师 宋大师打得漂亮 就是要给这群迎州的废物 瞧瞧我们的厉害 李东 就你们这烂地 才轮得到你当迎州一哥 扑货是一群渣仔里面逞威风 这话 叶某就不爱听了 合着你的意思 我迎州人 天生就矮人一等 呸 宋天 把这人给我废了 是 休得猖狂 这个小伙内力竟如此强劲 习武之人 却甘心助纣为虐 你 可知错 知错不敢 想跑 我的腿 念你修炼不易 我才只断了你的腿骨 习武不修心 邪道 回去好好反省去吧 对了 还有你 带着你的人 滚回你的云州去 千万别再让我在 营州的地界 看见你了 李东 你开的这酬劳 我就收下了 叶大师 您的报仇 我给您送来了 哦 这是东哥叫我送来的 叶大师帮了大忙 请务必收下 怎么 都送过来了 再回去 就是博了你老大的面子 回去吧 裴灵丹 终于练成了 灵力风韵 橙色鲜艳 看来我的炼丹技术 没有退步 要多过修炼瓶颈期 老身这点灵力 根本不够 还是要尽快布置 鞠灵阵才行 炼丹布阵 花钱如流水 没这两千万 连名贵点的丹药器物 都买不了 虽说灵气枯竭 但这么大个骨丸城 居然一件好东西 都没有吗 有灵气的反应 很近 小哥 看看 欲质不佳 但这欲识 绝非反品 只有修炼之人 才看得到 内部居然有一个 天然形成的阵法 这可是上百年的 何天狱 遇到小哥 你的识货的 十万节元价